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芸爸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小東西 相信喜歡設計風格強烈的朋友都會很喜歡 那這是一款可以讓你擺在桌上 滿足視覺、聽覺以及觸覺的藍牙喇叭 它的名字叫做 D2 像素藍牙喇叭 濃烈的文青風格 光擺在桌上就非常的療癒 而且內建背光機械式鍵盤 如果你沒事拿去按個幾下也非常的紓壓 而且內建多彩的螢幕功能也非常多 到底如何呢? 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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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開箱吧 連同紙袋以及這個外盒 都是它完整的包裝 你買不同顏色的喇叭 就會附上不同顏色的這個外包裝盒 這個手提包裝盒真的是非常可愛 也可以直接這樣打開 打開就是它所有的配件 那D2它一共有四種顏色 有綠色、白色、藍色以及黑色 那不同的顏色就會附上不同的外盒 打開外包裝 裡面除了D2藍牙喇叭之外 還有保證書、像素貼紙 以及一條USB的傳輸線 那D2像素藍牙喇叭 長得就像一台80年代的復古電腦 自帶鍵盤的設計非常迷人 螢幕採用256顆 1600萬色的LED燈珠 搭配APP程式 可以呈現多變化的圖案 那不僅有內建圖案 也可以下載擴充各種圖案 甚至啊你也可以自己畫圖來呈現 支援藍牙5.0當作電腦喇叭 或者是你要追劇 它也可以有低延遲的影音同步感 至少嘴型是對的上 側邊有MicroSD卡槽可以放歌 那內建3000mAh的電池 可以連續天歌10小時的續航力 那底部有防滑橡膠墊 可以讓你放在各種平面上都不會滑 那在背面還有一個增強低音的發音孔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這個 有背光設計的鍵盤區 那它的按鈕可以用來呼叫選單 切換模式 切換音量 選曲 音量的大小聲 那搖桿也可以拿來做操作 那整體搭配起來非常非常的精緻 我個人覺得很好看 光是站在那邊按就會覺得很舒壓 當然D2像素藍牙喇叭它的厲害之處 還不只是這樣 只要你去App下載它的專屬應用程式 叫做DV 然後你打開來 那你就會發現它裡面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包含畫畫 你可以利用像素去做出你想要的圖案 那或者是把它做成動畫 那再來裡面有一個功能叫DJ混音 我覺得這個功能很有趣 你可以做出屬於自己的節奏音樂 那也可以做留言 出門記得帶鑰匙 然後家人看到喇叭上面就會顯示圖案 按一下就可以播放 出門記得帶鑰匙 裡面還有一個功能叫住眠時間 當你打開住眠時間之後 圖案會變暗 同時裡面還內建了很多很多自然環境的聲音 比如說 蟲鳴阿 鳥叫阿 流水阿 讓人家比較放鬆的白噪音 去方便你入睡 特別是住在大馬路旁邊的人 很需要這個功能 那還有一些比較功能像遊戲 打開這個俄羅斯方塊阿 現在我可以直接利用 Droom上面的搖桿 跟按鍵直接在上面操作 還滿有趣的 那因為它是藍牙喇叭 它也內建免實聽筒 所以它也有麥克風 那它可以透過麥克風 進行噪音監測 像我現在 我就可以直接進行噪音監測 這邊有全世界各地達人們自己上傳的圖案 那也有廣場 像我阿 我就比較懶得畫 我就喜歡去這邊看 畫好的圖案 那都是動圖 有些真的畫得非常好 那你下載下來之後阿 你就可以透過傳輸的功能 把所有的圖案直接燒錄到裡面去 那讓它自動的去輪播 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好 你看有這麼多這麼多的畫面 可以讓你去下載 然後它還有內建電台 有五千多個電台 可以讓你去聽 所以它功能真的非常多 最後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這一顆喇叭 其實功能這麼多 又酷又血 聲音又不錯 然後又支援藍牙5.0 那這樣一顆喇叭賣多少呢 只要兩千出頭 兩千出頭你就可以擁有到一個復古造型 聲音又不錯 功能又齊全的一顆藍牙喇叭 我真的覺得非常划算 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阿 第一分藍牙像素喇叭 那就推薦給你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